我從香港回來就有一點感冒 那你知道嗎 好像兩三天前 我到晚上的時候 我頭劇烈的痛 超級痛 然後我躺在床上 就躺下去了 結果忽然很痛很痛 我就覺得媽呀 我是不是要去急診或幹嘛 因為實在太不舒服了 然後我就手就這樣子 就摸他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我們嫁老公要到 就是我們有問題的時候 要幫我一下嘛 你讓我扮下去叫誰呢 對 你知道他怎麼樣 他就把我手撥開 然後就往那邊翻 然後我又摸了一次 他後來索性到椅子去坐 董哥你要把他揪 問得到 你嚇得到 我哪裡知道他是身體不舒服 他沒有講 他從頭到尾也沒講話 我已經頭痛到連話都講不出來 然後又暈 我到隔天我沒有起來 到下午他才發現 我好像有點不對勁 我跟你講那要是腦中風的 是不是你死了 你也太 沒有 他完全沒有什麼 而且他沒有講出來 我又不是他肚裡的蛔蟲 他已經講不出來了 沒有 他已經不舒服了 他平常也不在講 所以像是有人說 我跟你講我要中風的 你知道嗎 不是 起碼告訴我 老公我不舒服了 從頭到尾 那為什麼人要把你揪你也好 平常時候他也都是這種態度 冷漠的態度 所以我也懶得理他 不能就是這樣子 你要這樣子我就懶得理你 對 他有耳背 我們講話就已經頭很痛 是要多大聲嗎 對 我說不出 又已經頭痛到講不聲音來 然後我也不想 然後他也不能說起來頭 看一下說你到底要幹嘛 他連這個動作都沒有 因為我晚上睡覺 我就把耳機拿下來 我的重聽耳機拿下來 他講什麼根本聽不到的 而且他也沒有任何的那種 表現說他不舒服 他只是躺在床上這樣 這個是有刻意拿掉 我沒太多事了 我這個睡覺一定要拿下來好不好 這一招太好了 這一招太好了 是很晚 我跟你講我記得十點多 我就從天母帳開上去 從後山開上去 然後繞一圈 就下來了 對 然後也沒有說 旁邊有那個咖啡 停下來的時候 下啊 對不對 哪怕第二停車場停一下也好 對不對 第二停車場那邊停一下也好 對不對 總要看一看 沒錯 停一下 你停在路邊往下看一下夜景也好 沒錯 或者 我酒一下 我也沒有要求什麼 就坐在那邊喝一杯咖啡 至少感受一下那種氛圍 其實看夜景不是那個氛圍嗎 沒錯 不然我看明信片就好了 我先不聊不去 真的 喂 第一個 半夜去哪裡喝咖啡 你先告訴我 那咖啡店也導致過 飛板拿著 然後去那邊看 我們的後山那邊 我讀文化出來的 後山那邊只有一個賣香腸的 那就吃香腸 吃香腸 而且剛剛不是你 賣香腸的後面就是一個墳墓 茫阿寶 很大的一個墓 墓園 然後就只有那個賣香腸 在路邊而已 我跟你講那個夜景 我去看了五年了 沒什麼好看 哪一個窩床還難 沒看什麼一算 你要去茫阿寶看 看夜景 哪一算都在外邊了 對啊 外景 看 不然看個墓園景觀第一排也不錯 那天啊 快去陽明山也看 夜景很漂亮 對啊 你為什麼要看後面的茫阿寶 我就要看茫阿寶 他如果帶這個去 他就看茫阿寶 因為他會害怕 好害怕 這就是 這個幫忙太到了 這我就要 阿翔 你先讀 什麼 這條要 什麼 真的很扯 真的 等不到 你好好檢討 我告訴你 快 以後你們兩個是 對不對 你要看他 怕你落葉蔥了 好不好 怕你落葉蔥了 好啦 葉蔥 我覺得是很困難 是啊 只有這樣 身體不舒服 要拉一下 要照一下 他就沒了 而且你知道 開車 真的嗎 我開夜景 我自己開車 快一點 快一點 左邊 左邊 那都會 他就自己停車 你們以為是他開車嗎 對啊 是我開車 那為什麼沒有煞車 是他開車 他都不停下來 我就跟著走啦 他對你多好 他都很尊重你 你說什麼他就什麼 真的 百般不願意還是配合你 不是 因為看夜景 我才不看 對不對